第一个可能做一些前言就是说 议算的这些基本概念的这些说明 第二个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说议算书的范例 我们知道说议算书是我们整个的议算的一个书面画 你说议算大家都知道 我听过但是听到是它是一个概念 但是它通常是用什么形式来表达 这就是议算书 再来就是我们这一条审查 我们要先了解就是议算常见的书师 这是正在审查者的角度来说 议算在编制的时候可能会有哪些书师 但是如果换在正在行政在编制者 行政当然编制者来说 不然这是他们编制议算的美感 他们可能就故意要做一些什么 议算的隐藏或者是这些小动作就在这里 再来说议算审查的实物 实际上在议算审查的时候 大概会怎么样来进行 那最后来讲我们做了一点的简单的这些结议 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报告最后的内容 我们逐项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首先我们来看说议算的前沿部分 这前沿部分我刚才有说的 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议算的一些基本概念 那议算的这些基本概念有一些 第一个当然要来了解说政府议算的意义 那第二个来讲我们来看一下说政府议算的功能有什么 第三个是我们的财务原则 第四个是说数字会说话 数字怎么说话 那第五个来讲就跟大家介绍说 议算资讯的架构 那第六个来讲就跟大家介绍几个 那议算法里面的有关的名词 那逐项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说政府议算的意义 政府议算的意义这个其实在坊间很多书都有说 但我个人是认为说这个是黄世勋教授 他所说的说政府议算的意义是指一国政府 在一定期间内为了达成政治经济跟社会的目的 根据国家施政方针以国家整体资源 以国民负担能力为估计的技术所订定的财政收支计划 也是经由政治程序所为是国家资源之分配 这个讲得很长 但是他很长虽然很长 但是其实他每一句话都有他每一句话的一个意思 第一个就是议算来说他是一国的政府 因为我们知道说议算来讲 其实议算不是只有国家才有议算 我们每一个人要不要有议算 要每一个家庭有没有议算 我想我们每一个 那每一个人或每一个家庭 我们或多或少 我们会不会编我们的议算 我打算我明年要做什么 我要不要写一下说我明年打算要做什么 我要我的这种收支情形要什么 那每一个家庭来讲 我要不要编个议算 我一个月赚多少钱 我可能要付房屋贷款 付什么小孩的教育会什么 我要不要编一下议算 所以其实议算来讲其实我们个人或每一个家庭 13年的政府议算 那马上接着要审查的是什么 104年的议算 或者是 所以我们这个议算来讲 一定要有个期间观念 虽然说我们知道说 这一个任何一个组织来讲 他事实上都有一个什么 永续的一个观念 但是你在假设上来讲 是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要有一个什么 永续的观念 但是我们在编制议算的时候 还是要以一定的期间作为一个单位 我们就像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来讲 我们基本上 我们人生命是不是一定有个期限 你说人能够活多久 正常来讲你说最长寿大概现在百岁 一百岁也算是说年纪很大 对不对 但是所以我们人是不是一定生命很大 但问题是说我们的 我们虽然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说 我们生命是会结束 但是我们其实我们基本的假设 是不是说我们最少在可意见的未来 我们都会活着 如果说我们今天跟我们讲 讲说没有你只能再活三天 你只能再活三个月或什么 那你想想看 那我们人活得下去活不下去 所以我们基本上来讲 我们人一定会讲 同样的一个国家来讲 它也是国家 我们基本的假设它是永续存在 但是在议算来讲 却不是说让你永续的编制 而是说你要考虑到一个期间内 那这个期间内为了达成什么 政治经济跟社会的目的 所以我们的议算不是只有财政 它的目的是什么 要达到议算是要表达你的政治的一个什么 还有经济还有社会的目的 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政府 如果跟我们讲讲说 我们要照顾弱势 那照顾弱势的话 这不是嘴巴说一说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来检验它说 你要照顾弱势的话 你在社会福利的支出比例有多少 有没有增加 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是要达成什么 国家政治经济跟社会的这些目的 那这个根据国家的施政方针 你政府的施政方针是什么 还有什么整个国家资源 跟国民的负担能力为估计 那我们要一个议算来讲 一定也是要考虑 就是我们的国家的整体资源 你国家有多少资源 还有你的国民的负担能力有多少 所以根据这些基础 那所定的财政收支计划 所以议算来讲 它是一个跟什么有关 跟财政收支计划有关的 是在讲我们一个国家财政收支 我们当然知道一个国家 有很多种的计划 但是议算是跟财政收支的 有关的计划 那也就是说经由政治程序 这个请特别注意 这里议算来讲是要经过什么 政治程序就是我刚才讲的 你这一个议算来讲 一定要经过什么 民意机构就是说立法院或议会的 那我们知道说立法院或者是各级议会 其实它是不是都是一个政治常议 它所进行的都是一种政治程序 那所做的什么 国家的资源分配 国家来说你的主要用在哪里 事实上议算来讲就是呈现你的表达 你的资源分配的一个方向 一个内容 这个是我们 虽然是说这个定义很长 但是这个定义来讲 确实可以比较完整的 把一个国家的议算 政府议算的观念 做一个最完整的一个叙述 那我们知道它的意义以后 那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说 那政府议算的功能是什么 当然政府议算的功能有很多种 我想议算可以帮我们做很多事 但是我个人认为说 政府最重要的议算有下列这三个 第一个来讲就是说强迫规划 因为你要编议算 你如果政府你没有进行规划 你需要做什么你要怎么做 或者你去规划 你议算怎么编得出来 所以说我们这个议算的第一个功能 就是说要强迫规划 政府你说你没有规划 你议算编不出来 你要编议算你一定要规划 所以你就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说 你的施政方针你的施政方针 那优先次序在哪里 这是解释 可以议算可以帮助我们做强迫规划的这个动作 这是很重要的 那第二个来讲 议算来讲可以提供衡量绩效的标准 那我们知道说要衡量一个政府的绩效 当然政府做的好不好要不要衡量 当然要衡量 但是衡量的方法是不是有很多种 那一般来讲用议算来衡量也是其中的一种标准 而且议算是什么 议算都是一种数字观念 是不是很明确 你跟我讲讲说这个你做的好不好 那我就来看你议算的执行率高不高 是不是很明确 你编了议算编了100亿 你这个100亿你执行率有99% 100% 那我就觉得你如果说编了100亿 你只有执行只要不到一半 执行只有四五十亿 那我代是不是就 你要你就很难跟我讲讲说你执行率这么低 你的绩效会不会很好 这个所以说议算来讲 因为它是用一个什么 议算所呈现的都是一个很具体的数字 所以它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衡量标准 我们现在的 现在的马政府来讲 他马英九总统他不惜的在说 这个为什么他做到什么 做到要死了 为什么大家贬到要死 台湾会说做到流汗 我们大家贬到流汗 为什么 因为来说 他的衡量标准可能跟我们就不一样 他可能衡量标准来讲就很主观 我们知道有些东西来讲 可能 你如果说没有客观的一个标准来讲 可能是不是每一个人的认定就会很不一样 比如说像神美这个美丽不一样 路上我们看到一个女生 可能磨甲会说好漂亮 磨鱼可能会觉得不怎么样啊 对不对 那这个漂亮不漂亮 这种东西是不是 这种每一个人的感觉不一样 那你不一样 你如果用这种很主观的东西来衡量的时候 可能就是会怎么样 就为什么大家就会有感无感啊 为什么政府一直说他做到真正的 但是问题 他的认知可能跟民众的认知可能就会 就会不一样啊 而且这一个 这一个你如果说这个标准的话 这个有一个小学的老师出一个作文题目 给班上的小朋友写 写这个什么 讲这个贫穷啊 那有个小朋友他的他的作文就这么写的 我们家里很穷 我爸爸很穷 我妈妈很穷 我们家的园顶很穷 我们家的司机也很穷 所以我们全家大家都很穷 有没有很老像 小孩子他以为我这样 我写了一堆人都很穷 但问题是 你家有司机有盐丁有什么 那他们都很穷 那你们家穷不穷 这个就是说 大家对穷的定义就不一样了 那第三个功能就是 有助于沟通 那我们知道说 为什么需要沟通 因为我们知道说政府的钱 政府的支出要从哪里来 是不是老百姓纳税的钱 对不对 要从我们老百姓纳税的那我们每个人 为什么我们 有谁说我好喜欢缴税 基本上来讲我们每一个人 这个 基本上来讲我们的假设是没有人喜欢缴税 对不对 那 这个 你说 有没有人说 我就喜欢缴税 缴税 缴税是我觉得很骄傲很怎么样 可能有这样 但是那到底是什么 是少数的人 我们知道缴税来讲 我们基本上 世界各国大家都认为说缴税来讲 没有人喜欢缴税 所以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 我们的那个什么 法力里面来讲 把缴税这个义务来讲 是不是放在宪法的层次 咱们在这里都要问大家一下 你知道说现在中华民国的会宣法啦 这是中华民国的宣法有几条175条 我们知道说宣法就是规定人民的权利 义务的什么国家根本大法怎么样 你去给他翻的话 宣法来在规定人民的权利多不多 人民有言论自由 有迁徙自由 自由 结社自由 都是讲权利 但是宣法来讲 人民的义务的有几条 三条 其实严谨的讲起来是只有两条半 因为什么样子 我们宣法第19条 人民有依法力纳税之义务 宣法20条 人民有依法力扶兵义 宣法第21条 人民有依法力受国民教育之权利与义务 所以这个一般来讲 我们就把受国民义务教育当成什么 半条 因为他既是权利也是义务 甚至很多人都认为说 受教育这个都把它当权利 还不是当 真正讲义务只有什么 只有两条 有没有很好 很好的 我们百几条 全公权利会比较多 说义务会比较两条 但是这两条 严不严重 你把它翻成白话文就是说什么 一条就是说什么 要你缴税一个就是要你的钱 要你扶兵就是要你的命 严不严重 所以一个宣法虽然是只有两条很少 但是来讲其实这两条很严重 那我们会想为什么要把 其实为什么要把缴税这个事情 规定到限滑期的层次 因为怎么样 基本上来讲就是说大家都不喜欢缴税 对不对 哪一个喜欢说这个我自己缴税 我很快乐 那个是那个只是宣传 但真的假的 所以说我们要把缴税的事情规定 我们其实有很多 我们有很多要缴的钱 比如说你开车的违反交通规则罚款 这个有没有规定 需不需要规定到限滑里面 没有 那你如果说你乱丢垃圾 或者被违反环境卫生的话 要不要罚款 要 其实我们要缴的钱还很多 对不对 我们抽香烟的人来讲 你每一包香烟要不要抽这个什么 香烟捐 对不对 有很多的这些的话 我们都 其实我们缴钱不是 我们缴很多 但是我们交通划环 或环境卫生的处罚 或什么 这些的话都不要 只有什么 缴税的话 这要规定到限滑的事 可见就是说 我们这个大家都不喜欢缴税 那大家都不喜欢缴税的话 你政府又需要像怎么样 像人民要收税 要叫人民把钱交给你的话 你要不要跟人民说清楚讲明白 那你要跟他说清楚讲明白 就是要什么 要跟人民好好沟通 你如果说没有沟通好的话 人民为什么要让你磕税 那你这个要人民的话 你要叫人家缴税 你要告诉人家 你这个你收来的税 你要用到哪里 那你要缴的税是缴多少 这些都是什么 我们沟通的必要 那这个沟通要 我们要进行这个沟通 就是要什么 最好的方式 就是我们透过什么 议算的制度 我就能够议算的告诉你说 我给你收了这些税 我是要用到什么地方 用到什么地方 这些用途是 那再来的话就是 我这个议算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说 那我要你缴税 但是要你缴缴多少 大概大家就有一个 有个资料这样 所以这个是说 议算最重要的三个功能 这个帮我看一下 为什么这个 那个先生 是不是电脑是不是当掉了 还怎么样 还是这支没有电 还是这支没有电 再往前面 再往前面 那我们接着 我们再来介绍说 我们现在讲 预算来讲 是政府要跟人民沟通 我们跟人民的缴税有关 对不对 那我们接着要来看一下说 那为什么要缴税 这个我们就来讲说 个人 我们就讲这个财务原则 那这个 这个财务原则的话 我们可以说 讲这个理财的话 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可以把理财分成什么 个人理财跟公共理财 这两个 那个人理财跟公共理财的话 这个比如说像我们个人 或我们家庭 或者是你一个企业 你经营一家公司 这些都是属于什么 个人理财的范围 那个人理财的范围的话 最主要是什么 就是说你理财的结果 你 你是亏本还是赚钱的话 都是有什么 个人负担的 你说你家里来讲 你开一家公司 公司如果说 经营的好 经营不好 赚钱谁的 老板的股东的嘛 对不对 如果说经营不好 亏本谁来负担 就是你股东或老板 你自己来负担 别人会不会帮你出 不会 所以这种是什么 个人理财 那另外有一种什么 公共理财 公共理财相对于个人理财的行为 比如说像我们的政府 或我们的各个基金会 或社团法人 这些公共团体 这些的话 他的这些理 为什么要说公共理财 因为他最大的特质就是说 你理财的结果 如果说是 不管是亏是损 是赢是亏的话 跟你这个理财值有没有关系 没有公共理财的话 你如果钱花的不够的话 由谁来讲 有人民来讲 或者是你如果说有省下 是不是你这个什么 这个政府就可以把钱分掉 也不可以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个人理财 跟公共理财最大的区别 那在这样的区别之下 我们就发展出来 个人理财跟公共理财的理财原则 理财原则不一样的话 在个人理财 我们强调的是什么 量入为初的原则 我们知道说 我们每一个人来讲 我们最好的 我现在贪100块 最好的我是这样 花80块 最多我只能花到什么 花100块 我可不可以花超过 不可以 因为怎么样 因为如果说我花超过 我会不会破产 会啊 所以我们如果说 我们周遭如果 有那种朋友的话 他每天 如果说每一次来讲 他如果赚100块 他都花120块 150块 这种朋友 我们要怎么办 我们就离他远一点 因为怎么样 因为他早晚会给你借钱 然后借钱一定不还你 你就会被他捣账 是不是这样 这个个人理财来讲 因为怎么样 他一定一个很 最高的一个理财原则就是说 你收入多少 你最多只能货 要量入为初 你的支出要受到这个什么 收入的置业 但是公共理财呢 公共理财的话 他的理财原则是什么 量出为入啊 他不是考虑到说 你的这一个什么 收入多少 而是考虑到说 你这个支出的 有没有必要性啊 你如果说这个支出 是有必要性的时候 你政府不能够说 用没有钱的话 我这个事情就不做了 那举个例子来讲 今年是民国103年 那应该是民国97年 出生的小孩子 今年是六岁 是不是要念小学 对不对 我们政府可不可以说 那我们今年财政很困难 我们政府没钱了 所以我们今年的小学 民国97年出生的小孩子 他们就不要去念小学 可不可以 我们没钱 我们就不要让这一年 出生的小孩子去念小学 可不可以 不可以啊 因为怎么样 你这个让小孩子去念小学 你如果不让他去念的话 以后我们这一年出生 这一年的小孩子 会不会文盲特别多 那文盲特别多的话 以后会不会我们整个国民的素质 就降低 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 政府你不能够说用没有钱是什么 你就不做 你这种的话就是说 你就如果说这个是一定要做的 那你就这样 那比如说政府说 我们要盖一条高速公路 或做一个什么基础建设 能不能说我们没有钱 我们就不做 因为你如果不做的话 以后我们可能经济发展 就会受影响 所以在公共理财的话 他强调的是什么 量出为入啊 他就是只有 比较重视的时候 你支出的是不是 必要性或合法性 那你不受这个什么 你有没有这个收入来制约 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大家会不会觉得说 那这样政府是不是很好做 那我们就个人的话 还要考虑到说 我到底我有收入多少钱 那政府的话 不用去考虑我的收 我只要怎么 因为有这样的特性 所以我们在政府的支出的时候 要量出 所以我们就要透过什么 我们的重点就是 要来控制他的支出 是不是必要合法性 那这其中的话 最重要的就是透过什么 议算的控制嘛 所以我们现在的议算法 规定是说 你政府的支出 如果说没有 你政府的经费 如果说没有议算的话 你就是有钱 你也不能用 对不对 所以议算是绝对 你政府花的任何一毛钱的话 都要有议算 那议算要怎么样 议算的话 要经过民意当 民意机构的什么的审查 本来议算是 钱是从谁 从人民来 对不对 照理解应该是要 让我们每一个人民 都来表达同意 但问题是 有没有可能做到说 每一个人来审查议算 不可能做不到 所以知道是吧 所以我们就有 人民的什么 代表的机构 就是代议机构 就是有什么 有立法院 有议会 所以我们的议算来讲 你政府要有 支出要有议算 那议算要经过什么 民意机构的审议以后 才会有效 那有效了以后 根据议算的话 你就要执行 那执行的话 最后的话还要怎么 有主计单位 你在支出的时候 要主计单位 要监督 那监督完了以后 执行完了要结果什么 审计部 审计单位的一个什么 绝算 那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我们就是 整个公共理财来讲 我们控制的是 控制在哪里 它的支出 就是量出为入 就是在考量 它支出的一个必要性 好 那我们接着再跟大家介绍说 我们如果知道 那我们再来接着说 那我们议算来讲 我刚才一开始就讲 议算是一个很具体的 议算来讲 它到底 它有很多都是透过什么 透过数字来表达 那数字这种东西来讲 是比较 比较 比较具体的一个 的一个东西 那我想我们 我们来看一下说 这个数字来讲 那数字为什么它具体 因为怎么样 我们实际上听到一句话叫什么 数字会说话 那数字怎么说话 数字会说话 这个我们实际上都听过 但是我想问一下 那数字怎么说话 那比如说 我在黑板上给大家一个 一百七十七十 我问你说 这个数字什么意思 你们一定跟我讲 这个没有意思 这只是阿拉伯数字 有没有意思 没有什么特别意思 那如果说 我再把它加两个 两个单位 一百七十公分 没有一百七十公分 七十公斤 我问你说 这有什么意思 你们可能是不是会想到说 老师是不是要跟我讲 一个人的身高体重 是不是一个人的外形 对不对 那我问你一下 那我问你一下 我今天来讲 你看到一百七十公斤 七十公斤 你会想到什么 这个 这个 举个例子 以前 我在学校当校长 如果说假如 我是没有这样做 假如说 我很乐心 很假薄 然后什么 学校有很多女老师 没有结婚 对不对 那我如果有认识 比较合适的对象 我可不可以帮我的一些同事 介绍男朋友 可以啊 校长要帮他介绍 那你要 我要帮人家介绍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做一些 基本的介绍 比如说 这个女的跟这个男的 没有见过 对不对 那我们是不是要跟他讲 好我今天 我可以介绍一个男生 这个男生大概 他的年龄 他的学经历 什么这些以外 那其中 会不会需要介绍一个说 他的外形 那外形的话 第一个 我们会不会想一个什么 他是一个什么样子 他的 他的这些外表 长得什么样子 如果我跟他讲 讲说 他的什么身材 什么高大 什么英俊潇洒 这个 这个 可能我讲这样子的话 对方来讲 可能我讲的 我心目中的这些 高大 英俊潇洒 可能跟对方的 听到的 想到的 是不是可能是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这每一个人的 是不是很主观 我可能我认为说 他这样很好看 但是对方 搞不好觉得说 不怎么样啊 是不是这样 但是如果说 我是跟他讲的是 我跟他讲讲说 他身高170公分 70公斤 这个是不是 如果我这样讲的话 他会不会比较不容易误解我 我想说 对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女生来看男生来讲 如果说是以我们东方男性来讲 170公分70公斤的话 他脑海会浮现 这个大概是长得怎么样 应该是中等身材吧 对我们东方男性来讲 170公分 普通也没有很高啊 也没有很矮 这个应该是中等身材 那如果我给他的数字是 180公分50公斤呢 他的脑海会不会浮现的说 这个男生是不是长得瘦瘦高高 搞不好还像竹竿一样 180公分之后50公斤 没有我们这举例 这会不会太瘦像竹竿一样 那如果说反过来讲 我如果说给他讲说 160公分80公斤 那是不是就变成怎么样 矮胖胖的 这个的话你看 用数字来讲 在沟通上是不是就 可以很 比较容易清楚的产生这个 所以数字会说话 会不会说话 有啊 他就是说 几个不同数字的组合就可以让你来 你没有见过这个人 但是你就可以组合出来他的图像 而且这个图像的话 通常来讲 是不是比较不会 不会说有不一样的那个的误判 这个就像说我们去投资 我们要去买股票 买股票是拿我们的钱 去给一个公司去买 但问题是 我们是买股票的 我们有没有参与这个公司的经营 没有 那我们不知道这个公司 我不知道这个公司怎么样 我把我的口袋的钱拿给他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事 当然我们不要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去了解 这家公司 那我们没有参与他 我们怎么去了解 那我是不是 我就看他的财务报表 他财务报表 他告诉我他的营业 营业有多少 我是不是就可以判断 这家公司大概规模是大是小 对不对 这家公司我看他的存益率是几% 我大概可以来判断说 这个公司是赚钱还是不赚钱 所以同样的这个数字说话就可以来帮我们做很多事 那我们政府也是一样 政府的话 我们有没有参与政府的工作 没有 我们缴税把钱交给政府 那我不知道说你做什么 所以你最好你告诉我说什么 你这个钱怎么用 那预算来讲 就透过数字来跟人民进行沟通 然后人民的话就可以根据政府所提供的这些预算的数字 我们就来看这个数字呈现他怎么说话 呈现是什么结果 那我们如果说对预算有这样子初步的了解了以后 那我们接着就来看一下说 预算来讲他的预算资讯的架构 那我们知道说预算的资讯来讲 我们刚才也讲了很多说他其实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目的是要来跟人民进行沟通 等于政府来讲要透过预算制度来跟人民说明是说 他要做什么事情要需要什么这些钱 那这些钱用在哪里 然后这些钱的话要摊派到给各个什么样 给每一个国民大家要怎么样来分摊 这个什么作为沟通的什么的用途 这个才是什么 我们预算的目的啊 预算绝对不是说找一批人或找一些民意代表 那大家来玩这个什么预算游戏 大家忙了半天只是说什么 大家在讨价还价不是这样 他的目的是要达到什么 政府跟人民沟通的目的 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的话 我们就来看一下说 那我们需要的是预算资讯 那这预算资讯要怎么来进行 第一个来讲就是要有什么 预算的编制 那我们知道说预算的编制来讲 其实预算的话 它本身是属于会计学里面的一部分 其实这种东西的话是怎么样 是很还算是说很具有专业性的东西啊 一般人来讲 你如果说没有受过这种会计的训练 可能你不会编 你也不知道说什么是 这个会计的这个功能 这个以前我还没有当校长之前 我在教书的时候 在大学如果说 有时候我如果说每一年交那个什么 如果交那个出块大一会计学 那你知道说会计学来 通常我上课的第一节课 我会做一个动作 我会请同学每一个拿出来一张纸出来 那我会要求同学说 请各位同学你用 你表达一下你家里或你个人的什么财务状况 那我们知道说对大一的新生来讲 他们虽然来念会计系 但是其实很多的学生 绝大多数的学生 他完全是不懂会计啊 如果说尤其是念普通高中 他不是念高职的 他根本不懂 他搞不好他为什么来念会计 那只是说大学联考成绩落点在会计 他就来念会计 他对会计完全就不懂 那这个时候完全是一个 完全没有学过会计 不知道会计人 我要求说他们拿出一张纸来 表达他们个人的财务状况的话 学生就会写写 我会把它收回来 你会看 那真的那个表达方法五花八门 有的会说我有多少存款 我有衣服多少件 鞋子几双什么什么 小猫小狗几只 只差没有看到说我有爸爸妈妈几个 因为有小孩子 爸爸妈妈当提款鸡 对不起啊对不对 爸爸妈妈对小孩子来讲 是不是一个很很重要的一个什么 财务的来源 他们只是他们 反正你会看到没有写过会计 他写的这种会计的财务状况的表达 你会觉得是真的非常的好笑 非常的好笑 那些人说怎么会这样子写 他们连什么是财产搞不好哪边是列额 他搞不好都不知道写 通常像这些的我会把它留着 留着经过一年以后 写了会计 那个初会以后写完了 也就是基础的会计写完了以后 一些年要结束的时候 我会把这张再发回去给那些学生 我会叫说那你自己 这是你们一年前你们写的 表达你个人的财务状况 你写了一年的会计 你就自己来改嘛 你觉得你当时写的怎么样 你现在如果说你这张财务报表 你要怎么表达 他们就开始会知道说要用损益表 用资产负债表 用借贷平衡的观念什么观念 他们就会觉得说自己哪些 很多人会觉得 对啊以前我没有写过以前表达话 所以这种会计这种东西来讲 其实本身真的是有它的一个专业性 你没有受过这种训练的人 我们虽然都知道说议算都很重要 但是一般人来讲有没有能力来编 没有所以一般来讲在议算的编制是由谁来编 由行政单位啊 因为各个行政单位各级政府里面 包括中央政府地方各级政府里面 一定都有一批的什么 会计人员或主计人员 那他们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就是要什么 根据施政方针施政计划来编制什么 这个议算啊 所以这个编制来讲通常就是什么 因为要由行政单位来编制这样 那行政单位编制了以后 当然他们有能力编了 但问题是编了以后怎么样 这个我们人民是不是就相信 因为如果说这个报表也 这个议算也是你自己编的 那你自己在那边怎么编 怎么样子的话 对不对或者有没有需要 合不合理的话 合不合法 人民会不会相信 人民不会相信 所以要经过一个什么 审查的一个程序啊 那我们刚才有讲 审查的话理论上应该是不是 它这个是要跟人民沟通 是不是审查 是不是要由人民来审查 但问题是 有没有可能做到说 每一个我们每一个人民 我们去审查政府的议算 我们做不到 那所以这要用什么 就由代表人民的什么 民意机构啊 比如说在中央政府就是立法院 那在地方政府就是各级的议会嘛 有议员嘛 来进行审查 所以它有什么 它有这个议算审查的这一个制度嘛 那议算如果说有经过这些 代表民意的单位 或者是人员来审查以后 那最少来讲 人民会不会比较相信说 你编的是比较隐当的 是比较正确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要经过这个审查 那审查完了以后 我们知道说编完审查完了 是不是就算了 我们说不是 其实议算还有一个是什么 我们刚才讲讲说 议算它除了是很有快 它本身是属于会计的部分 很有专业性以外 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 它牵涉到的是一个什么 支援的一个分配的问题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 也具有高度政治性的一个什么 的一个话题啊 所以说这个议算来讲 这个还要经过什么 沟通啊 那我们知道说 这种沟通的话 一个就是政治性的沟通 另外一个是什么 你这个沟通的话 就是说有些很多的这些数字来讲 你沟通的话 你要有这个沟通的语言啊 那你要根据这个的话 经过的这个议会的审查 然后也经过议会的这些 讨价还价了以后 或者是议会的结议以后 那你的议算才会什么 才会完整 那才可以达到我们这个 议算沟通的一个目的 那这个从编制审查 沟通到目的来讲 这个是整个构成 我们一般在讲 议算资讯的一个 主要架构的一个内容 那最后的话 我们再跟大家介绍说 议算有关的这些名词啊 那议算来讲 我们知道说 议算大家 大家都知道说 议算时常来讲 包括在政府议算 或者在个人 不许说就议算议算这个 但事实上来讲 议算来讲 在我们的议算法里面 有很多很明确的 他的这些规范啊 那我们把其中几个 比较重要的 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是什么 概算议算案 法定议算 分配议算这几个啊 那这些的话都是 我们议算法里面的 第二条的一个规范 不一定啊 这个 这些的话 有很多人都没有分得很清楚啊 以为说 概算议算 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看起来好像都是差不多嘛 概算议算 那议算跟法定议算 有什么不一样 法定议算跟分配议算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但是其实这个在我们议算法里面 都有很很明确的这些定义啊 那我们我们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首先我们说 各级主管机关 以他的施政计划 初步估计之收支 称为什么 称为概算啊 这里面的重点就是说 他只是一个什么 经过什么样 估计的一个收支啊 那概算指的是说 你这个收支状况 还不是完全都很精确 只是哦 初步的估计 这个的话就叫什么 这个就 称为概算啊 那概算如果经过了这一个 这个 确定了以后 才变成议算 但是议算 这个议算来讲 如果说还没有经过什么 立法院的 程序 立法的程序的话 他只是称为什么 一个议算案啊 所以议算跟议算案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议算案是指的 你还没有经过什么 这个立法程序啊 立法程序就称为议算案 那 这个议算案如果说是 经过立法程序 而公布的话就叫什么 法定议算啊 那法定议算 我们知道说 立法院他通过的是 以每一个单位 每一个机关为对 为对象 这比如说是对行政院 或者是对教育部 内政部 每一个人 但是我们知道说 教育部内政部 他下面 是不是还有很多单位 那教育部或内政部 他根据你立法院通过 他自己再分配给他下面的 各所属单位的话 那就叫做什么 分配议算啊 那这个是我们在议算法里面 这个是有很严谨的 对于这个相关的 这个名词的这些规划 那我们很多人来讲 说实在对这个 并不是非常的 区分的非常区别 那我或许我可以举个例子 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像以前我们学校你知道说 学校是不是要每年要招生 对不对 招生是不是一个学校每年必须要做的 一个事情 但是一个活动对不对 但是这个活动的话 招生要不要钱 要啊 招生你要是要找老师来命题 要不要给命题会 你是不是要找这个借场地来办考场 对不对 那你要不要找人家来业卷 那你要不要广告 要不要招生宣导 所以你要办这一个招生的活动 要很多钱 要花很多钱 那花这个钱来讲 你这个钱要哪里来 是不是给学生考生收什么 说报名会 所以其实他这个 那你既然是跟学生收钱有关 你是不是要很清楚的交代 你的收支情形 那所以说你要交代这个的话 那通常来讲 学校是 我知道说我今年度 这是一定要办招生 那我要办招生的话 我要不要先来估计一下 那我今年我招生的话 我这个钱要怎么收支状况要怎么样 那首先我是不是就 是不是先来估计一下 那估计的话 我这个时候 我到底我会有多少人来报名 知不知道 不知道 那我可能我根据去年的报名人数 我估计的时候 差不多可能有1000人报名 比如说一个人收1000块 报名会1000块 那我根据这样子的话 我1000块1000个人来讲 是100万的话 我收入100万 这样100万的一个规模 我来安排说 我可能要给命题老师多少钱 给这个什么工作人员多少钱 什么印刷会多少钱 什么宣导会多少钱 那我是不是编出来 但问题是我编出一张收支表 这张收支表是怎么样 根据的是根据什么 根据估计的人数 我真的是不是人数是1000人 不知道 对不对 那所以我这张表我叫做什么 概算表 对不对 因为我怎么办 我这个都只是根据估计而来的 那我经过这个估计来 我概算编好了以后 那我接着是不是我就开始来做 那等到真正的报名开始 这个总共我估计是1000个人来报名 但是说不定真正来报名的是什么 1200个或800个900个都有可能 对比如说就是来1200个 那1200个这个1200个人 是不是就已经是不再是估计了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什么 我根据1200个人 调整1200个人的这些收支表 那这个就叫什么 这个就叫做议算案 因为我这个只是 我根据正确的把它估计出来 是一个议算案 但是这个议算案我要怎么样 我要经过我们学校的一个什么 招生委员会去审查 因为这个你学校有没有说这个议算案 你随便你知道多少钱 但是你随便乱花怎么样 那经过的议算案来讲 如果招生委员会他们审得通过了以后 才叫做什么 法定议算才叫做真正的议算 那真正的议算来讲 如果通过了以后 我要执行这一个工作 招生的活动的时候 我就有个依据 我就可以再怎么样 这个比如说命题老师 命题一份可能给3000块给5000块 我我有没有依据我可不可以花这个钱就可以了 如果说我这个钱没有经过什么 这个招生委员会的通过 我这个议算法定议算没有通过 我能不能付钱给人家不可以 那这个就是什么 根据这个叫法定议算 那我有法定议算 我就可以来怎么样 我就可以来实际上来执行 那当然法定议算来讲 我们知道招生是不是也分成很多组 我们有什么有宣导组 有什么有测验组 有命题测验组 有什么总务组 有事务组 还有现在有什么电脑组很多组 那我的法定议算 我可不可以根据是这个法定议算来讲 我把它怎么样子 分配给各个我各组 那就是一个什么 分配议算 这个是我们 这一个要了解说 这个是我们议算法里面 规定很多的 很多的这一个 它的名词 那这些都是我们议算法 第二条的名语规定 那第二个来讲 我们就讲基金的总类 这是我们议算法第四条来讲 我们知道说 基金的总类的话 我们知道 我们一般人会想到议算 都是想到说什么 公务单位或行政单位的议算 但事实上来讲 我们政府的施政 它除了各个机关别 它有这种施政的这些收支以外 它其实我们很多的施政是透过各种的基金来执行 那我们其实 所以那基金的部分 我们要不要审查 当然也要 因为政府有很多的钱 它是有 它不是透过这种机关别 而是某某基金 比如说国花基金 什么基金 很多基金 甚至有些基金的规模 还是非常大 好几十亿 好几百亿 甚至上千亿的都有 所以说我们就要对基金 也是属于我们的议算审查的一个对象 那我们基金的话 它可以分为普通基金跟特种基金 那什么是普通基金呢 普通基金是指的是什么 你是供应一般的什么样子 一般的用途的 这是没有特别指定的 这没有特别指定是我们议算法 没有特别的 我们就是什么 一般用途就是普通基金 那特种基金 我们法律上来议算法里面所讲的基金 有最主要有下列这六种 第一个就是什么 这个营业基金 营业基金就是说 你这个基金它本身要负担盈亏的 这个就像以前很多国营事业 很多这些还没有转型的国营事业 这种东西它可能都是要什么 这个基金的话它本身要负担盈亏的 那债务基金是第二个什么 债务基金是说 你可能是为了要偿还这个债务 比如说像以前我们要盖高速公路 我们像外国借钱对不对 那借钱要不要还 当然要还 那借钱要还 但是问题是 这个钱的话可能都是金额非常庞大 不是等到我们那个什么 我们到期的时候我们才来开始找钱 我们可能是不是要 比如说十年后要房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开始每年要什么 要把这个钱一直 那个筹集起来 那这个钱筹集以后我们就提拨了什么 为了藏债用的就叫做什么 债务基金啊 那信托基金 信托基金是什么 所以我们可能有一些财产或有一些钱 但是我们政府不会用 不会管理我们就怎么样子 我们就信托给这些管理单位 这种的话就是什么 就信托基金 比如说像我们教育部 教育部有一个叫什么 协产基金 我们知道说有很多人的 我们台湾有很多人 或者有很多土地 他可能是说有的人就捐给国家说 好那我们就来办协一下 或者我这个钱 或者是有的人是说他这个土地 但是他可能没有 没有子女没有什么样子 所以这土地到后来变没有人 那他可能就指定就给谁 给国有财产基金 有的如果说指定是要给教育用的 就到教育部来讲 做协产基金 协产基金是有非常多的钱 但问题是教育部本身会不会管理土地 不会 所以说他就是什么 协产基金 他可能就信托给一些什么 相关的这些人来做一些什么 做一些管理这样子 这个是什么 就信托基金 那再接着说什么 作业基金 作业基金是指什么东西 作业基金跟营业基金 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作业基金就是像说 你这个可能会维持你这个业务的 这些作业的需要让你有一个基金 但是作业基金跟营业基金 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作业基金它本身不用负担这个什么 云亏啊 作业基金最常见的比如说像什么 像一般的学校国立大学 像以前我的学校 我们就是一个什么 我们就是一个作业基金 我们是国立的学校 也算是我们的钱从哪里来 从公立学校 当然是政府给我们钱 对不对 但是这个钱的话 我们不是跟公务预算 我们不是一年一年的编 我们如果说这个钱来讲 如果说用剩下 我们可以留到下一年度 那如果今年度不够的话 上一年度也留存的 我们也可以用 然后我们因为 我们要不要负担这个盈亏 没有如果真的不够的话 我们这个钱 我们赚的钱要不要 有没有说一年要交给国务多少钱 也没有 真的不够的话 政府可以补助 可不可以补助我们 也可以 这个就是什么 作业基金 他是让你维持你的整个的作业 自己有一笔钱在那边用 但是他本身在用的话 他没有说什么 要你负担盈亏 这个就像一般的学校 国立学校就是这样子 因为如果说学校也要负担盈亏 那学校叫什么 叫鞋店 学校如果说是要以赚钱为目的的话 那也是非常奇怪的 对不对 学校的话因为我们知道 对啦 私立学校就是这样 但是公立学校 公立学校基本上来讲 还是不应该是这样子 因为教育还是要有教育的目标 教育的目的 因为有些东西的话是 但是私立学校在台湾 很多私立学校是 所以人家讲讲说 台湾有两种店是最好开的 一个是什么 学店一个是庙店 你开 不过现在学店可能 因为现在少子化以后 可能也比较不再那么好赚钱了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特别收入基金 特别收入基金说 你可能有一些什么样子 有一些特殊目的所收入 比如说像以前 我们有一些什么进出口的话 你只要进出口的话 一块钱美金 就要抽一块钱的什么 这个什么烙金圈 什么圈这些什么 特别收入的基金 那还有一个什么 资本计划基金 政府有的时候除了说 因为政府有时候想想说 我们可能以后接着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盖一个机场 或我们要做盖一个水坝 那我们现在没有钱 我们可能三年后五年后要盖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开始来筹筹这个什么 资本计划的基金 这些都是我们基金的种类 那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说就是 我们议算的种类 这是我们议算法第十六条规定来讲 我们议算来讲 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可以成为总议算 总议算是指什么 是指我们所有 我们可以分为总议算 单位议算 还有户属单位议算 还有分议算 这几个议算的不同的议算 那各种议算是什么呢 总议算指的是指 全政府全部所编的议算 我们如果以中央政府来看的话 我们中央政府的总议算是 比如说行政院 行政院是不是要编一个什么 我们中央政府总议算 那行政院 他所编的总议算来讲 是不是只有行政院这个单位 不是 还包括行政院下面所属的什么 各个部会 行政院下面还有内政外交国防 各种教育各种经济财政各个部会 那这个总议算来讲 行政院包括这些所编的议算 就叫做什么 总议算 那总议算来讲 这完了以后 那相对于总议算来讲 他的下面单位的话 我们就是什么 单位议算 我们刚才讲说行政院要编 我们中央政府总议算 但是行政院不是只有行政院 行政院下面有内政部 有国防部有外交部 那内政部来讲相对于中央政府 他是一个什么 他是不是就是一个单位议算 那单位议算来讲 我们相对总议算的单位议算 我们刚才有讲讲说 其实我们一般人会误以为说 我们议算都是只有行政单位公务议算 其实我们还包括什么 包括各种的基金 那所以我们的单位议算可以分为什么 公务单位跟特种基金 公务单位是指机关单位 那是指总议算下面的 比如说像行政院下面的所属的内政部 外交部国防部 这些都叫做什么 他的公务单位的单位议算 那特种基金呢 我们的总议算也包含了什么 这个全部编入制议算 因为我们知道说 有很多的基金的话 是全部都要编入的 这里面请注意一下 这是全部这两个字 你全部都要列入这个总议算里面 这个就是什么 跟虽然它是一个基金 但是它跟公务单位有没有一样 也是一样 所以它就是一个特种基金的单位议算 那我们了解了总议算跟单位议算 再接着的话就是附属单位议算 那附属单位议算是指什么 是指一部分编入总议算是议算 跟这个基金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这个是指全部 这个是只有一部分编入的 我们知道说有很多的单位来讲 它的议算它是自己有独立性 但是它也要受控制 但是它是一部分编入的 这个比如说像我们有很多的这种 科博馆或者是社教馆很多这些 对不对 它本身它是不是公家单位 是它要不要编议算 要 但是它自己有没有另外收门票 有没有卖东西 有啊 有时候科博馆有些社教馆的话 它办各种活动 它场地租给人家的时候 它要不要 你去那个什么很多社教馆 你给它借场地 要不要互费 它虽然是公家单位 但是它也是有收费的 那些收费的话 它就不用编 那就是一个什么 附属单位议算 那分议算呢 分议算就是指说 我们这些总议算也好 单位议算或附属议算 那你在下面再按照各个 各个机关别或基金别所编的 这些议算就叫什么 分议算 比如说像 我们行政院是叫做中央政府总议算 对不对 教育部的编的议算叫什么 附属单位议算 对不对 那教育部 是不是到教育部这层级就没有 教育部下面还有很多单位啊 教育部里面它有高教师 有技职师 有国教署 有很多单位 那它每一个单位 要不要再编议算 那些单位的话就叫做什么 分议算这样子 这些都是一种名词的说明啊 那接着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说 那议算审查也是说 那我们议算审查来讲 我们今天在跟大家讲说有关议算审查 大家想审查 审查就是你去查它的议算对不对 不是 这当然是你有这个权利想 但是其实我们的法律啊 我们的议算法到48条到53条里面来讲 也是有它特殊的一个规定 你议算审查你要怎么审查 这个是议算法所特别规定 你要要审查的一个内容 那最主要的内容 第一个就是说议算审查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说你施政单位的话 要有应报告的事项 这是议算法有这一个规定来讲 让这个你这个报告来讲有个什么 有个法律的依据啊 那要报告什么 施政计划跟税入税出议算的编制过程啊 所以为什么每一年来讲 议算在审查的时候 行政院长要率各部会所长 付立法院做什么施政报告 为什么 其实要不然来讲 行政院跟立法院是不是平行单位 在法律上 他们行政院跟立法院是平行单位 行政院长为什么要 行政院为什么要向立法院报告 因为这是我们的议算法的议算法的规定 就是说赋予它法院就是强制你 你行政院的话 因为你行政院的话你的议算的话 要经过立法院审查 所以你就是要怎么 要向立法院做进行报告 这就是他的法研依据 就这个 那第二个来讲就是说他的审议方 审议方法啦 那我们审查来讲 当然这个我们看起来好像是说 还认你立法委員你要怎么查都可以 其实我们预算 预算好除了你怎么查 预算有他的一些基本规定 我们审查的话 第一审查方法的话就是说 税出规模预算盈与计划绩效 还有优先次序 这些都是预算法定规定的 你这几个你就必须要查的 那请注意一下这个 我们这里讲的是讲这个 税出规模的话 那为什么没有税入规模 因为我们刚刚有没有在讲 我们公共理财的原则是量出为入 对不对 所以在公共理财在议算 国家议算里面哪一个比较重要 是不是税出比较重要 他要你立法院要去严格的去把关 这政府的支出是不是必要性 是不是适当是不是合理 所以他有规定什么 税出规模你一定要审查方法 税出规模是法定要审查的项目 至于税入规模呢 因为我们是量出为入 那至于是说 你如果说你这些钱政府 你立法院通过他的议算多少钱 比如说通过的一兆2000亿 那至于是这一兆2000亿的 中央展望预算他要怎么去 那是财政部要去想办法 要去想办法要去找来的钱 对不对 我们知道说政府你只要 立法院只要控制说你这个钱 是多少钱 那至于这个钱要怎么来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是财政部要去办法 那我们知道说政府的钱来源有几个 政府政府如果说你支出确定 那这是要怎么去找钱 第一个最有可能的来 最应该来支应政府支出的钱 第一个是什么 税收嘛对不对 税收是谁缴 一般老百姓嘛 哪些老百姓就是当代的这些人 那再来呢 除了税收以外 政府还可以怎么样 举债嘛对不对 举债的话政府可不可以发行公债 可不可以去发行钞票 这个发行公债跟什么 跟印钞票这个政府都可以做 那第三个还有什么来源 不是第三个的话就是去变卖国有财产 对不对 所以政府的这个税的收入来源 大概不外乎有这三个 那我们知道这三个你们认为哪一个最好 税收 为什么 经常的信 因为缴税如果政府的钱是透过客税来的话 这些缴税由谁来缴 是不是由现在当代的人来负担 那当代人来讲 你要给他交缴税他会不会叫 会啊 大家缴税大家会痛 大家会叫 所以政府要课税是不是比较懒 然后怎么样 所以他就要必须要有比较说服力 或者要比较强 那另外第二种是什么 去举债嘛 发行公债或发行什么 那举债这个钱以后有谁负担 有下一代嘛 下一代在哪里 下一代可能还是很小 或者还没有出生 他们会不会讲话 不会讲话 那第三种来源是什么 去变卖资产嘛 那变卖国有资产的 变卖国有财产 那个是什么 那个就是由谁来负担 由上一代人来负担 就是在吃先人遗产嘛 那先人在不在 搞不好都死掉了 会不会讲话 也不会讲话 所以其实 如果站在理论上来讲 政府的收入来源 其实是最见钱的是 要透过什么 租税 去克税 他如果要花多少钱去克税 因为克税的话 这些现在要缴税 他会痛 他会发出生意 所以政府的支出 会受到什么 节制 但问题是 现在来讲 你政府只要讲说 要克税 或者是 有没有哪个立法委员 或哪个名义代表说 我的证件是要加强克税 如果说哪个立法人说 我的证件来讲 是要克税的话 是什么 大概这个立法人 选得上选不上 我们会不会投票给他 大概没有人会投票给他 那如果立法人讲 讲说我们 我们这一个 我的证件是说 我不要减税 或者是说 我不要加税 我们大家 这个老百姓 会不会觉得很喜欢 会 但是事实上来讲 我们来讲 这样子对不对 是不是刚好相反 你这个要克税来讲 其实是不是比较负责任 政府透过租税来 来取得他的财严 这个是比较负责任的 那你名义代表 如果主张什么 主张加税的话 其实是怎么样 是比较负责任 那你如果说 你如果说是 减税或者是不缴税 其实是就是要透过什么 举债或者是变卖财产 那些来讲 其实政府是不是 他的反弹声音会最小 所以说 我们知道说 这个观念来讲 我们在预算法里面 我们就是控制的是 控制他的税出 至于税入的话 那是另外去筹筹的问题 那第三个的话 就是预节跟公布 预节跟公布什么东西 我们在会计年度 开始前一个月要预节 在15天前要由总统来公布 这个是我们预算法来讲 我们事常看到说 立法院整天吵吵闹闹的 但是他可能也是怕 你会吵吵闹闹 你就是说 这些该做的预算 所以预算法就把你立法院 所以这个预算法这个要求 有时候是要求行政业 有些是要求立法院 就是说你一定要在什么 会计年度开始前一个月 你就要做成结议 因为怎么样 因为我们有讲 你如果说政府的钱 如果没有预算的话 能不能用 不能用 预算没有经过立法院结议 有没有效 无效 所以你如果说没有在会计年度开始前结议的话 你政府的公务会不会停摆 会停摆 所以他就是规定是说 你一定要在一个月前的话 你就要结议这样子 那再来就是 附加条件跟期限 附加条件是什么 你在审查的时候 他认 他预算法给你立法院一个权利 就是说 你除了说对行政院所提的预算 有同意不同意的这些条件以外 你还要怎么样 你还可以附加条件或给他限期完成 因为怎么样 因为这个政府来讲 你这个预算我钱给你 我还可以要求说 你这个一定要怎么做 怎么做 或者是说 你一定要在什么期限之前做 那这样子来讲就有一个什么 有赋予立法院的权利 一个法院 那第五个的话 就得限制议题跟人数 那就是说 在审查的时候 我们可能为了有效的话 这个我们是这样看到立法院 这个在预算审查的时候 大家吵吵闹闹 然后这个 议长来讲可以怎么 根据这个的话就说好 那我们这个就是说 这个议案来讲我们的题目 只能讨论哪几个或者什么 所以说这里面来讲就限制是说 不会让你这个整个就是整个无限制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的可以看到说 我们有时候在媒体上 我们看到立法院 其实整天好像看他吵吵闹闹 其实有没有发现说其实他是乱中有序 大家要怎么眼泥要怎么吵怎么闹都可以 但是有一些怎么样 基本上你该做的事情 我们的预算法都有把它明文的规范在里面 这个是我们这个有关议算审查的 这个是不是这次没有电了 能不能再想 没关系不然我们现在也也是应该是休息时间 我们是不是我们就休息一下 我们十分钟以后我们再继续上课这样子 好谢谢 各位同心下课休息十分钟